傅明华冲着傅明杀招手 他穿着一身嫩绿色的半信旧袄 一张巴掌式的小脸冻得惨白 那小巧的嘴唇也冻得乌青 足下穿着一双单薄的袖鞋 浑身冻得哆嗦 只是在看到傅明华时 他却有些僵硬地勾起了嘴角 露出嘴边两个小小的梨窝来 他有些怯声声地朝傅明华走过去 傅明华将他的手拉住时 他柔软温暖的手 越发显得傅明沙一双小手 冷得似血驼一般 傅明沙本能地将傅明华的手抓住 可是很快又想挣扎着将手放开 傅明华身边的大丫鬟碧螺 很快递过来一个暖炉 屋里烧着地龙 好一会儿之后 他脸色才渐渐有了些血色 这么冷的天就应该待在屋里 丫鬟很快送来了碗筷 傅明沙却怯生生地不敢去拿 直到傅明华示意 他拿了筷子 他的脸颊才浮现出 两团小小的红云 乖乖地倒了巨蟹 我娘子总吵着想要来见大娘子 所以就过来看看 傅明沙身边的大丫鬟 秘如讨好的说了一句 傅明沙有些不好意思的 看了傅明华一眼 见她不像是生气的样子 才小小口地顺了气 小桌子上 摆着几样小菜与糕点 这些是谢氏带来的厨子 专门侍候着 为傅明华做的 每一样都精致无比 其中几样糕点 云氧生汤 都是谢家传承了 数百年特有的一米方子 这些是谢家的底蕴宝藏 哪怕是白氏 就是眼馋了许多回 也是没有的 傅明沙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盯着傅明华看 那身体还在微微哆嗦着 丫鬟鱼冠进来 摆了菜之后 绿吾是最后进来的 她一来 便向傅明华扣了个头 看了一旁的傅明沙一眼 说出了自己刚才 打听到的傅明侠 因为不敬长姐 没有规矩 而被白氏 罚禁足抄写女界的消息 据说二娘子回去之后 便喊头疼 大少夫人令人回过夫人之后 请了大夫回来 说是受了风寒呢 绿吾说着打听过来的消息 傅明沙露出了感兴趣的笑容 坐在她对面的傅明沙 紧紧地抓住了手里的铜颅 脸上傻乎乎的笑容呆了呆 一张小脸微微发白 那手紧抓着铜颅被烫得飞红 她却像是感觉不到一般 大姐姐被二姐姐欺负了吗 傅明侠脾气不好 傅家好些姐妹都不乐意与她亲近 傅明沙本来性格便内向胆小 有些怕她也是正常的 傅明华手托着下巴 傅明沙这小小的声音响起时 她有些意外地转头去看了傅明沙一眼 不是 现在傅家的人都认为 傅明侠将自己欺负了 她受了风寒 还被祖母发了女戒 如今被禁了足不说 府里的人恐怕像是傅明沙这样想的 不在少数 只是一点小事罢了 傅明华微笑着开口 傅明沙看她笑 嘴角边两个梨窝也若隐若现的 哦 这个小可怜 脾气温顺而乖巧 这讨好笑着的模样实在是可爱 傅明华嘴角勾了勾 歪头看了一旁的碧云一眼 五娘子一山实在淡薄 从我裤装取几块皮子 过会儿给七娘子送过去 她是府里的嫡长女 母亲又出自江州 谢家绵延数百年 富而不鲜 对于谢氏这个 为了家族而嫁的女儿极其的愧疚 不只是当初 谢氏出嫁十里红妆 嫁妆多得连白氏这样的侯府夫人看了 也有些嫉妒 每年更是大批东西送往洛阳之中 谢氏虽然欣喜家族 可又只得一个女儿 跟傅明华之间感情虽然不深 但对她并不小气 每年谢氏送来的东西 哪怕傅明华一天照两餐的话 一群都不会有重样的 料子还用都用不完 傅明华四个丫头各思所知 珠宝首饰 药材补品 衣料银钱 以及填装地契等分类房 钥匙分别掌管在四个大丫鬟手中 被傅明华点名叫到的碧云 管得正是毛匹布料的 此时 傅明华话音一落 碧如听了这话 盲看了乖乖巧巧的傅明莎一眼 哎呦 那真是多谢大娘子恋爱了 傅明莎也搁了暖手的铜颅 起身向傅明华道谢 傅明华摇里摇头 示意她起来 留了傅明莎在屋里玩耍了大半个时辰 她也不多话 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 傅明华拿了情谱看 她也就乖乖坐着 两人偶尔说几句话 快到午时 傅明华午休时 她便被毕如扶着回去了 傅明华看了她背影一眼 露出浅浅的笑容来 她倒是乖得很 才收到傅怡琴的家书没几日 几天之后 丁志平一家的马车 果然便停在了常乐侯府大门前 白氏房里的秀姑来通传了傅明华 傅明华赶到白氏院中时 沈氏已经率先到了 正中间 白氏与一个少妇 正抱头痛呼 你这没心肝的 扔下老娘一去江州便多年 可真是要痛煞弄母亲的心啊 沈氏在一旁 陪着压眼角 听到外头的响动 抬起头来时 看到是傅明华进来 沈氏眼中便露出几分怨恨之色 脸色都有些争鸣了 上回傅明侠因为跟傅明华闹了别扭 一直被关着禁闭 如今还出不来 沈氏这会儿看到傅明华 哪儿还有几分好脸色 只是当着白氏的面 她是长辈 不好跟一个晚辈计较 哪怕心里有气 也不好直升罢了 原娘来了 白氏眼睛有些发红 将女儿放开 指着傅明华便招呼了一声 这是你二弟的嫡女 你还没有见过 傅怡琴比谢氏大了六岁 也就才刚刚三十出头 她骨骼略大 身材显得比一般妇人稍高 盘着发肌 戴了一套红宝石的头面 容貌与白氏相似 此时一双眼睛盯着傅明华看 那双有棱有角的眉梢 便像是要立了起来 显出几分凶悍难处之相 俗话说得好 相由心生 傅怡琴此人一看就不好相处 此时她那眼神 仿佛在挑剔着一件商品似的 带着让人极为不适的身材 若是性格羞怯一些 此时恐怕要被傅怡琴看得 简直头都抬不起来 傅明华却提着厚厚的裙子 迈进了门槛 祖母 姑母 她一开口说话 傅怡琴脸上便挤出几丝笑容来 等到傅明华进了屋 便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刚刚还一副难以接近的高傲模样 转眼间便笑脸相迎了 当初我出嫁时 贤哥尚未娶妻 时光一混 如今一眨眼 远景都这么大了 哎哟 姑母这头一回见面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她话没说完 便拉了傅明华的手 一把便要将自己手腕上 带着的一只玉镯 往傅明华手上套 倒是这意外得来的手镯 正好跟圆娘相配 那玉 盈润纯洁 洁白无瑕 如宁芝一般 她之前戴在手腕上 染了体温 质地上乘 一看便加之不菲 不只是屋里的审视 就连刚领着三个女儿 进门来的忠视 看到这玉镯 眼睛都亮了亮 傅明华眼里 闪过若有所思之色 无力不起早 她不相信 傅怡琴从未见过自己 头一回 跟自个儿见面 便拿出这样昂贵的 见面礼来 必定是有所求 或者是有所图谋 这东西 可不好收啊 想到这儿 她将手举了起来 那白玉镯 在她细瘦的手腕间 晃来晃去 看着一旁的审视 嫉妒的眼珠子 都快要掉下来 手镯好像跟姑母更配 那镯子能戴在傅怡琴手上 腕圈便已经不小了 此时傅明华笑意淫淫的 傅怡琴眉头就皱了皱 这镯子贵重无比 送出去 其实傅怡琴也极为肉疼 可如傅明华所说 她是有所求 才会出手如此大方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傅怡琴此时也是下了狠心的 只是 那镯子明显与傅明华的手腕 并不相配 而此时的傅明华 又举着胳膊 傅怡琴顿了顿 正要开口说话 一旁的白石 眼睛眯了眯瞪了女儿一眼 她年纪小 哪儿带得了这东西啊 你收起来吧 织女莫若母 傅氏打着什么主意 白石心里是清楚得很 只是谢氏此人油言不尽 脾气古怪 她虽生气女儿当着自己的面 并有小心思 可是 也担忧女儿送出了这上好的玉镯 到时谢氏不肯帮她 母亲 傅怡琴有些不甘 白事不为所动 收起来 傅怡琴有些恨恨地 将刚刚套到傅明华手腕上的手镯 收了回来 随手拿出一个荷包 朝傅明华递了过去 不说话了 外头中式母女几人 这才像是没看到刚刚的一般 进了屋里来 三个女儿分别上前 给傅怡琴建立 傅怡琴记恨着之前的事 看了傅明华一眼 怎么弟妹没来呀 这早在江州时 就听说她身体不适 这莫菲啊 真差到这地步了 还是见我回来 心里不快 有意不出来看我的 刚刚礼物没送出去 她心里怨恨 此时这话一出口 沈氏便听得心中痛快 又有意讨好这个傅家的姑奶奶 她身体呀 一向就是这样病歪歪的 也就偶尔来母亲这边请安 也亏得母亲是个体贴的性子 否则 若是换了旁人 她不见得就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 沈氏心中记恨 她与谢氏一样 都是为人儿媳的 可她时常侍候在白氏身侧 侍候着白氏讨好她 以换来在侯府的安稳日子 有时哪怕身体有个不适 也得咬牙强撑 可谢氏就不同了 白氏明明也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媳 偏偏对她却并不像对自己一般冷淡 她时常仗着身体不舒服 便窝在院里不出来 不用讨好着谁 日子也过得挺好的 傅怡亲冷笑了一下 上下打量了傅明华好几眼 没有说话了 白氏也急着 谢氏上次断然拒绝自己 要求她为丁志平谋差事的事 此时看女儿有意要为难傅明华 也不出声 气氛一下子便就这么僵住了 面对傅怡亲满脸的恶意 再看到白氏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旁边还有沈氏一脸看好戏的神色 若是换了真正不懂事的孩子 恐怕会被这样的架势吓懵了 但傅明华却像是全然感觉不到 傅氏的刁难与刻薄 全然像是没听到 刚才沈氏与傅怡的对话一般 微笑地站着 傅怡情看到这里 倒是心里一动 哎呦 目前 我在江州住了多年 连大哥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我想要去拜拜他 顺便烧住香 他突然开口 打破了这一世的沉寂 白氏听他提起早死的大儿子 眼中便渐渐露出了水光来 这倒是应该 只是今日倒是不便 你与志平已经周车劳顿 晚上我已经明人准备好了酒席 为你接风洗尘 几日好好休息 明日一早 再去吧 沈氏听到提起丈夫 心中既恨 又为自己如今守寡的清静 感到自怜 偏偏看白氏伤心 却又不敢露出怨恨的神色来 只得低下头去 做出伤心的模样来 说到大哥 当日只听说他有个女儿 今日怎么没见到啊 傅怡琴提起了傅明霞 沈氏捏着帕子 正在压着眼角的手 就是一僵 没吭声 一旁的忠实笑道 哎哟 大姐姐有所不知 二姐前些日子受了风寒 至今还在屋里养着呢 傅明霞前些日子 与傅明华发生争执 被白氏勒令在院中反省 可傅怡琴才刚回来 并不知道此事 当众问起 难免沈氏会尴尬丢脸 忠氏这一开口 便替他解了围 白氏赞许地 看了这个三儿媳妇一眼 忠氏 抿着嘴唇就笑了 他今年二十六 出身江浙 德清永安侯府 祖上是当初与常乐侯 追随开国皇帝大天下的 有功之臣 大唐出建之后 被封为侯府 世袭三代 忠氏与丈夫傅其名 从小被定下了婚室 婚后为丈夫生下两儿三女 是三个儿媳当中 最受白氏喜欢的儿媳 傅其名天风四年时 被外派任职 留下他 带着儿女在洛阳 替丈夫为母亲尽孝 正因为幼时 永乐侯府 与永安侯府之间的 这点瓜葛 他跟傅怡琴 其实是早就相识的 只是交情 不那么深罢了 他长着一张 满月般的圆脸 身材略为风雨 笑起来是 极为面善 此时他一开口 傅怡琴又看了母亲脸色 也就不再追问了 哦 我那儿倒有几味药材 过会儿为二姐送去 傅怡琴说完 沈氏连忙便上前道谢 十几年没回来 如今侯府倒是大变样 倒是母亲还没怎么变 傅怡琴理了理自己的衣裳 刚一说话 白氏便笑道 怎么没变呢 都老了 哪里老了 我看母亲啊 依旧是我记忆中的那般模样 就像是这十几年呢 我们母女从未分开过一般 白氏被女儿哄得心中受用无比 嘴上却道 怎么没老 看看你 都儿女成群了 我也连孙子孙女都这么大了 傅怡琴听到这话 嘴角轻轻地就勾了起来 说得倒也是 我也年纪不小了 东哥眼见着年纪也大了 过几年呢 说不得我都得抱孙子了 哟 惠娘若说年纪大 我们可怎么办呀 啊 是吧 沈氏讨好的说了一声 众人笑了一阵 白氏道 东哥年纪确实不小了 可从说亲了 就是这次回洛阳 想为她说上一门亲似的 傅怡琴微笑着 眼神不惊一间 从傅明华身上 落到中世所生的三个女儿之上 中世所生的三个子女 分别在傅家里 排七 九 十五 最大的女儿傅明月 今年七岁 虽说比傅怡琴的儿子小了几岁 可傅怡琴若真起了这些 心思恐怕难保白氏会答应了 想到这儿 中世相容一致 袖口里的一双手将帕子都拽紧了 傅氏的语气就连中世都会听得不对劲 想歪 更别提白氏与沈氏了 沈氏陪着笑的脸僵了僵 身体开始哆嗦了起来 如今 傅家里的女儿不少 傅怡琴想从娘家里挑个侄女 点儿子说亲 使傅丁两家亲上加亲 也不是什么怪事 可自古以来 高价女低取习 傅氏自己当初便算是低价 如今丁志平只是个六品小官 哪怕是任满回京 寻了关系某个五品的官职 傅家的嫡女嫁过去 依旧算是低价了